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灵性 很多人都不知道 讲灵性 讲了好听一点 就是灵性 讲了不好听一个字 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鬼 那么鬼到底有没有呢 你怎么样来发现你身边 有没有鬼呢 你嘴上可以骂 天天都可以骂 吵架的时候 你看看你这张鬼脸 你说的鬼话 天天在讲 那你怎么知道 这是有没有真的鬼在你身上 有没有啊 那台长讲几个 实实在在的东西给大家听听 很多人又做过梦 做噩梦的时候 你在逃 后面有人在追你 请问 那个时候你害怕不害怕 像真的一样 那这是在梦里的鬼 台长从这个开始讲 起先跟你们讲 这是梦里面的鬼在抓你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一个人 碰见鬼的话 他有两点可以让人感觉到 第一点 鬼呢 他可以制造声音让你听到 那么怎么样听到呢 比方说 晚上睡觉 在家里 那个时候呢 听见厨房里啊 突然之间 光荡一声响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对不对 那 突然之间打个寒颤 然后接下来就想发脾气了 这是鬼上身的 突然之间感觉 冷得不得了 寒气 哎呀 我怎么这么害怕 那阴气太重 那也是鬼上身 那么 那么鬼给你两种 让你能感觉到 一种是声音 那么在睡房里 很多人睡觉睡得挺好的 在睡房里 突然之间感觉 感觉那个房顶啊 有东西在跑 或者有声音响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妖话 鬼真的能有声音的 台上告诉你们真心话 台上真的看见 我看见他们跑起来 你们看过电影没有吗 就那种白的 就这么飘的 我真的是看见 台上也看见 菩萨也看见 那个 这是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 今天来听我的愿意 所以你们真的要相信 他呢 有时候鬼上身的时候 还特别重 特别宽 人家有一句话 急的鬼叫急死鬼 人家骂人的 你这个急死鬼啊 对不对啊 恶鬼 为什么多啊 恶鬼就要到厨房里去拿东西 所以他会把你厨房间 老弄得晶晶光光有声音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懂啊 不懂的人还不相信 真的很可怜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台上有一句话 叫很可怜 老弄得晶光费